我叫王小怪 养蓝环章鱼的我被疯狂爱他了 因为一个兄弟网购使用章鱼的时候里面 居然有几只蓝环章鱼 正好今天新到了一只蓝环章鱼 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 没 报义了 拿错角度了 蓝环章鱼的毒素属于河豚毒素是 高温无法完全分解的 也就是说熟了的蓝环章鱼依旧有毒 那么吃了会怎么样呢 我说实话 不到 羊吃挺多的 一个我都没敢吃 不是熟啊 主要是感情 那么被活的蓝环章鱼咬伤 又会怎么样呢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我之前被一只 微毒的椰子章鱼咬到过 仅仅这么小的一个伤口 就给我所感动了 然后我经历了一个月 痛不欲伤的情创最后才好 就现在手足这种人还有个把呢 没了 磨皮磨没了 臭着没 这只是微毒 却要换成蓝环章鱼 我这会骨灰都长毛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危险程度 它真不是夸张 之前我养的就跑了一个 完了就给我直接下班家了 当时那视频直接冲上热板套配仪来 有缘就大了 其实一月份已经发生过那次事件了 火锅资助里惊献蓝环章鱼嘛 所以说大家得一定提高认知 什么玩意能吃 什么玩意不能吃 咱们得知道 这商家也是 什么玩意能卖 什么玩意不能卖 咱得知道 这回就只赶上人没事 咱就说句最不好听的 这人真就 你说你们不贪购玩意识吗 小本买卖也都不容易 所以咱们在采购食材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小心 再小心 过文过水完成 蓝环章鱼可以入缸了 最后说一句啊 不要养蓝环章鱼 别学我啊 我标你也标啊 又有不好的消息了 我养的最久的一条鲨鱼 皱纯杀死了 很明显是跳缸除了干死的 昨天晚上小区里有人 叮光放二体九啊 应该是因为这个给吓跳缸了 鱼盆盖都给创开了 也赖我 没及时发现 我现在心情有点复杂 这条鲨鱼它是真陪了我一年多 它都经历过啥事啊 设备突然坏了 导致鱼缸黯淡潮标 柠檬鲨当天就凉了 白旗鲨第二天凉了 这只皱纯杀当时黯淡中毒 还蜷缩在角落吊着一口气 甚至我唠唠的时候 它还能游起来 虽然当时那我嘴就没闲过 一直在吐槽 但我心里是真高兴 这是唯一的一个安卫了 它还活着 然后因为那缸水坏了 没有地方放它 实在没招了 我就把当时还处在 黯淡中毒状态下的它 紧急搬到了这个 连水都没有养好的新缸里 然后从此它又在这个缸里面 顽强地活到了昨天 我现在还是想象不到 到底受了多大的惊吓 能把它给吓跳缸 本来想在河边挖个坑上给它埋了 结果东北这个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地都冻了 接近两点才挖这么深 铁桥瓦都干死了 追不住了兄弟 可尽力了 只能挖这么深 这会儿公公给你都冻硬了 带点大虾路上吃 还给你带点盐呢 旁边是河 你要感觉大了 你自己加点吧 我到不了态度啊 别再给这儿整成眼瞼地了 一路走好啊 一路友好 我家鲨鱼团灭了 前几天去看乔山老师的那一晚走之前我喂的鲨鱼 然后第二天我妈凌晨给我打电话 叫我起床并给我发了这条视频 说这鲨鱼好像吐了 然后这一宿没人管 导致缸里面黯淡超标水质崩塌 发现的时候黑旗沙已经死了 柠檬沙和皱纯沙也在几个小时之后陆续因为缺氧而死 等我赶回家的时候水已经是这样了 其他的鱼基本就剩一口气了 这个缸连接的超大外质蛋分已经完全处理不了如此糟糕的情况 我现在能做的就只有把所有的鱼捞出来拿到朋友家的海缸去 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活命 又来到这个河边了 没想到这次一下让我买这么多鱼 记不住了呀 这全是草 鱼是在河里钓的不 河里有这么大鱼呢 哎呀 它是挖野菜的 那啥呀 鱼带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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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带不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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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鱼带不买鱼 鱼带不买鱼带不买鱼 我去晚餐去了 来 来 就买 对老太太 从村长家的租糕子拉洗 到老张家的养鸡场隔几文 隔壁家的老母鸡不下蛋 说到村东头老张家的儿媳婦上闹离婚 他怎么这么多 你都 好好告个别吧 你们说鲨鱼这玩意也会 上一次安诞中毒死鲨鱼 那回是我要搬家的 正愁鲨鱼怎么办 这回是真杀科的鲨鱼11月份入宝 我正愁怎么办证的时候 他们集体阵亡 本来打算证要是办不来的话 就送到沈阳或者大连的海洋馆去 我嫌没人还能看看它 以前闹心的时候就坐在这缸前面看看鲨鱼 现在看这个缸空落落的心里更难受 鲨鱼因为要变成保护洞了 肯定是养不了的 这么大缸放着太浪费了 还能养点啥呢 看了我女朋友调货大清雨的视频 之前去我家抢鲨鱼 那哥们连夜从沈阳飞了过来 结果我连飘都没有调好的时候 他就 我 这根有点大啊我 哥呀 哎哎 我交给你等你的呀 晚上40斤的鲍鱼有没有问题 108斤的龙虾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nice 他被你钓到的这个行为他好像想吐 我看着你抄鱼我就想吐 拿44的脚做一瓶鲍鲍鱼 哎哎哎 我去二北了 有有有有船吗 陪我钓鱼都种鱼了 这么得加油啊 其实就是钓这种几十斤到上百斤的鱼 大家不用过分紧张 因为只要我们自身的这个实力够强硬 这个鱼一定是拉不过我们的 你看我就说嘛 几十斤的鱼根本没有什么力量 我去去去去 我承认我刚才说这句话有点大声 哥 鱼给我 我去连续 我去 你一下都得不好 我去 我承认我刚才说她没劲属实 我是动牛的 我去 快快快 错了错了错错 我去翻了 我去翻了 明天要去见人生路不熟的主创团队 鉴于乔山老师在喜悦界的地位 我决定送他一个王小怪特产粗刀剧 我去 我还是开舍序吧 做高铁的话 我感觉这玩意连安检都过不了 再给他放鞋盒里 我非常期待乔山老师 打开那一孙节的表情 我乔山老师 从小就是你粉丝 我初中那会儿就是看见 叫故意识明你我都不是穿 咱一下班 一道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高中那会儿特别爱看见办办办办 我长那么大干全人的功劳 没你我都不看贼下饭 范城老师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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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长得真帅 长得就下饭 嗯 这就下饭 嗯 哦 真好吃啊 太不得你当不了艳员 哈哈哈哈 邱赵老师还给你带了个礼物 哎呦真是太可惜了 哎 你在那个错当的那个片段哪 什么记忆游戏 你看这个我感觉就是这个比那个贵 你这样你趴这我给你试验一下 来来来来来 啊